先弄這個 可以低一點嗎?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應該抬到最前 你應該不是在旁邊走 準備好了嗎?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邀請各位來到這裡 希望跟大家 傳媒朋友講述一宗謀實案的簡報 我是東九龍總區刑事部處理警司 行動及刑事的譚威信 而在我身旁的 就是東九龍總區重案組 第三B隊的主管崔廷睿高級督察 在昨晚 即是2019年3月19日晚上 我們在調查一宗 藏有攻擊性武器的案件期間 就懷疑有人在幾天前 曾經殺害一名同住的女子 經過我們警方深入的調查之後 在今早清晨的時份 我們鎖定了一個 位於我們旁邊 張君澳 寶林村 寶劍樓十二樓的一個單位 其後我們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的人員 進入了這個單位 調查 在這間屋裡的一張 滷架床的下層 床下底的暗格 裡面是找到一具女性的屍體 這個屍體當時是身穿衣服的 被被被鋪腹覆蓋 那屍身是開始輕微發脹 手腕和腳是曾經有被綁過的痕跡 頭部是被一件蜂褂所遮蓋的 而初步我們檢驗那個屍體的時候 發現是有多處 包括是手、腳、胸部、背部和臀部 都是一些明顯的瘀傷 相信已經死去了幾天 身份是相信是住在上寺的 一名三十四歲中國籍姓劉的女子